如果您是双心家庭的爸妈 一定都知道 目前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 找不到保姆 根据调查 都会区父母七成都有保姆的需求 但是将近一半的爸爸呢 跟妈妈是苦恼 完全是找不到适合的保姆来照顾小孩 穿梭车阵中 将梦龙跟时间赛跑 只为这一刻打针 爸爸来了 爸爸来了 一岁多的儿子晨晨 白天托给保姆照顾 夫妻都是上班族 虽然和保姆约好六点半接小孩 但准时下班 在台湾职场多半只是神话 我会先过来接下班有时候 再回公司上班这样子 如果需要加班的话 先接下班回家 我再滚过去 它层层的滚滚滚 不过小夫妻觉得有保姆帮忙 已是万分幸运 因为当初将太太产假结束 准备回职场工作时 社区附近根本找不到保姆 好不容易有保姆愿意带小孩 签约前又因不反悔 最后不得不使出下下策 没保姆的过渡期 请还在念大学的亲戚来打工带孩子 晚上在上课 白天的话他还没找到工作 来帮我们先带一针子 真的很难找 真的 觉得有征照保姆真的不多 而且征照其实我觉得保姆征照 其实好像也不太好考 像晨晨爸妈一样 苦寻保姆的家长还不少 虽然根据内政部统计 全国两岁以下 婴幼儿大约55万 保姆需求量10% 全态保姆人数3万多 供需失衡状况不算严重 但是根据儿福联盟调查 超过七成妈妈 觉得需要被协助寻找适合的保姆 而且将近一半 认为找保姆的管道很少 小心小心 比起一般上班族 轮班制工作的家长 照保姆更是难上加难 单亲妈妈杨慧宇 工作三班制 有时还得轮值大野班 当初到处碰软钉子被拒绝 后来好在亲戚答应 帮忙接送孩子 不拖延保姆下班时间 才让保姆同意签约 我没有办法像一般家庭这样子 正常上下班 对 然后他 而且保姆正常是周休二日 那我也说我没有办法 每次都让他休假日 不可以爬这里 要走楼梯的 是上早班的话 我姑姑七点多就会带给她 然后我姑姑 晚上七点多再去接 不可以这样子 不能坐那里 和多数家长一样 杨妈妈最担心的 就是孩子难带被保姆退破 到头来不知要重新找保姆 孩子还得适应新环境 我保姆 我不要天天了 你不要天天了 家长有苦水 但保姆也有话想说 台湾法令规定保姆的接单量 一个保姆最多只能带 两个零到二岁的孩子 或是三个三到六岁的小孩 保姆行情价一万五到一万八不等 如果只带两个小孩 薪水三万多 月薪不见得比上班族优渥 不少保姆干脆转 很多人没有进来 因为不吸引人 你带一个多小孩 你每个月赚两万 你还不注意作为一个专业 在北欧他们每一个保姆 最少带四个小孩 因为这样他的薪资才会够 没有提高高 张浩薇 有 有家乐 有 来 而且照顾小孩 没有外界想得轻松 得十二小时关在家里 承受孩子哭闹 加上婴幼儿身体不舒服 不会完全表达 对全平保姆经验判断 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肠胃都有点过敏 鼻子有点过敏 他每天鼻子里面都有 要把他抓出两条 这样白白的鼻屎 我跟我老公都轮流睡觉 不敢睡觉 怕他万一吐奶 自喜 种种头痛的托育问题 政府只寄出 一个月三千块补贴来解决 但有钱也未必找得到保姆 双心爸妈职场上冲锋陷阵 还是得烦恼 嗷嗷逮捕的孩子 该怎么办